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现场演示 机子的作用和效果 因为很多人担心花了钱没效果 钱白花了 那么我们就进行现场的拍摄 直观演示机子的效果 这样才具有说服力 刚才我们也提到 机子的用途就是杀菌消毒 去除氨氮 去除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去除鱼心臭味 抑制绿藻生长 把水变清 治疗及预防鱼病 杀菌消毒这个功能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见 就没办法演示了 医治绿藻也演示不了 因为需要时间比较长 治疗鱼病在现场 也没有办法进行操作 去除鱼心臭味 大家通过看视频也闻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就只能够演示 把水变清这个功能了 演示的过程是这样子 大家看到这里有个玻璃杯 里面装的都是新鲜的自来水 待会我们会把这个黑色的墨水 添加到玻璃杯当中 把这个水变黑变浑 之后我们把机子的管子 透到玻璃杯里面进行工作 看看玻璃杯里面的水 能不能够变清 或者说要过多久之后 才会变清 这个就是整个演示过程 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 好 现在这个水是不清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水的颜色 现在是这个情况 是不清 我们现在把这个管子 透掉玻璃杯里面 然后我把机子打开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是8点20分 我们现在是8点20分 开始手动工作 按一下手动开关 它机子就工作了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 叶金瓶当中气泡是向上升的 这个绿灯是一闪一闪的 这样就说明机子工作正常 大家看这个玻璃杯里面 这叫气泡 千万不要以为是气泡 因为它放射出来的是臭氧 而不是氧气 不能24小时工作的 所以不能够把它当作气泡来用 拿到机子之后 找一个不健康的鱼缸进行测试 条件越苛刻就越好 这样您最后的信心就越高 让它自动工作 而不是手动工作 我们现在是做现场的实验 演示 所以手动开关给大家看 因为手动开关只限于 新钢开钢 或者是给鱼治病的时候 才用得到的 其他地方是用不到手动开关的 比如一米五的钢 也就是工作十来分钟就足够的 半个月之后 水质稳定了 在适当的调低工作时间 让它陪护着鱼缸进行工作就可以的了 我们通过看这个效果演示的视频 可以更加直观的去了解 机子的性能和作用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就只能演示 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把水质清这个功能 至于其他功能到底有没有用呢 有些人就很怀疑了 比如那些什么杀精消毒 去除氨氮等等 这些功能有没有用 这些就需要大家亲自去测试和体验 当然我们也有专业的一些测试报告 给大家看 但是大多数人都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 众所谓眼见为实 人的心态都是一样的 比如一个底绿缸 当我们把底绿的柜子门一打开的时候 那些鱼心臭味就扑面而来 这是鱼缸一个弊端来的 假如您用了机子几天之后 当您再次打开柜子门的时候 那些鱼心臭味还有没有这么浓 这就能够直观的感觉到 我们机子到底能不能够去掉鱼心臭味 我们很多客户也进行了一些专业的测试 而且是进行专业的数据登记 比如用机子之前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含量值是多少 几天之后 那个含量值又是多少 他们有详细的记录 他们的反应效果很好 如果大家想看 我们也可以分享出来 我们通过拍这个视频 虽然比较草率比较粗糙 但也是一个小手的演示和展示的过程 真心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深度合作 现在我们先把机子关掉 看看水的变化情况和用了多少时间 大家看这个显示屏8点23分 刚才是8点20分工作的 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 再来看一下这个水呢 我把它端写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看得到了吧 现在这个水的颜色 是不是比刚开始的时候呢 已经变浅了很多 已经慢慢就变透亮了 这个效果我想我不用多说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先不理会它 让它继续再工作一会儿 我们机子呢 是配合着过滤棉工作就可以的 其他任何东西呢 都是不需要的 比如活性碳啊 陶磁黄细菌V1 药水药片呢 特别是消化细菌 这些是不需要的 过滤棉就负责处理 肉眼看得到的东西 机子呢 就负责处理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开发的目的 就是为了节约养鱼成本 让养鱼变得轻松简单 机子的正常寿命呢 最少三年以上 假如用消化细菌的话 那得用多少瓶呢 那又得花多少钱呢 机子呢 没有耗材 无需担心更换耗材的问题 而且性能稳定 所以呢大家可以尽管放心使用 好 我们现在就把机子关闭 让大家更直观的去看这个水的变化情况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老水族人思想固化 现在呢是新水族人崛起的时代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反驳我们 来反证我们 市场的开拓呢 还需要大家的帮忙和支持 因为呢靠一个工厂的力量是有限的 目前机子在各大城市呢 都有在销售 真心希望呢 我们有机会合作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到此为止 最后呢 祝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生意兴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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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